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机。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浪前行。 75年制封牧,75年底律奋进,中国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完成了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制造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立场。 历史的具比常在关键处着力,伟大的征途总在开拓中奋进。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以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活跃的创新动能,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迫步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塔克拉玛干,在维吾尔语中是进得去出不来的意思。 2024年春天,这片死亡之海在欢呼声中迎来奇迹。 深地塔克一井钻探深度突破一万米大关,刷新亚洲最深直井记录, 并继续向着一万一千一百米超深层绝境。 国产无缝钢管一马当先,不断登顶地下珠峰。 4000公里外,为了还原钢管在万米地下的复合载荷, 工程师们在实验室里搭建了模拟场景, 对即将出厂的钢管进行极为严苛的检测。 结果非常好,结构完整性也是完全满足我们的一个设计要求的。 无缝钢管被誉为工业的血管, 尽管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 但实至新中国成立, 中国无缝钢管全部依赖进口。 1949年,这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大国不仅无缝钢管产量为零, 所有的钢产量仅够建造一座鸟巢, 还不够全国每户人家造一把锄头。 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使之不渝的梦想和追求, 没有工业的强大就没有国家的强大。 憋着一股劲的中国人下定决心迎难而上, 开启了大规模工业化的逐梦之旅。 下收时节,张建宗他们研制的YT6668型大型收割机 即将进入实地收获测试。 今天这个测试结果非常的理想。 现在咱们国内需要有一款这种大型的谷歌联合收机 来打破国外产品在这个市场上垄断, 填补国家的空白, 为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对标,追赶, 是这家成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企业, 烙在骨子里的使命。 这款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铝带式拖拉机, 是这家企业最早的明星产品, 也是中国自主生产的第一代拖拉机。 它的起点是一个宏大的国家规划。 这份保存在国家博物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表, 寄托着当时人们对现代工业的向往与憧憬, 诉说着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启航的那段激情岁月。 怎么样实现有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一种构想, 民主革命时期还是一种构想, 那么到了新中国城里前夕, 这个构想就要开始落地变成行动。 1953年,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建造的156个建设项目为标志,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在一五计划热火朝天的五年里, 新中国曾经一穷二白的工业版图上, 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竣工。 无数建设者用高涨的热情一点点为属于自己国家的工业体系苍击雷同。 这五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 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15计划应该是我们工业化起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奠定了我们工业化的一个基础, 我们的原材料、能源工业, 以及在一些地区的布局, 也要使我们这个工业化的发展有了很好的支撑。 我已出船,感觉良好。 2024年7月3日, 神舟18号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这是中国航天员在空间站阶段进行的第16次太空秀。 中国空间站非常美,非常漂亮。 每当机械币运动到制高点的时候, 虽然阳光很刺眼, 但是都会忍不住地想多看两眼, 真的由衷地感受到了这项工程的伟大。 全球为之瞩目的伟大工程, 离不开一枚小小连接器的护航。 它关乎着航天员能否安全稳定出舱作业。 从1999年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实现天地往返, 到2024年神舟18号成功发射。 这家来自四川绵阳的企业已经护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5载。 我们这个企业是三线企业, 这个传统里面在责任担当, 在科技报国, 在为国家做奉献, 这些方面是它的根, 是这个企业里面, 这个股质里面传承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国家做出了影响深远的三线建设重大战略决策。 三线曾是中国偏远和贫穷的地区, 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 无数工人、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背井离乡, 深入西部腹地, 共筑新中国的荣光。 绵羊越近路, 至今留存着三线建设时期四家工厂的旧址。 这边这一排院是单身学生, 这边都是叫家属学生, 家属区了, 我这儿做了六年。 抗美援朝老兵林家和与七十多位战友脱下军装, 换上工装, 轰轰烈烈参与到三线建设中。 当时的厂里面建设的方针是, 边建设,边实质,边生产, 这所谓的叫三边建厂。 作为今天中国唯一的科技城, 绵羊在三线建设大潮中拥有了一大批新建、 迁建和扩建企业和与之配套的科研机构, 实现了兵器工业、 现代冶金工业、 电子工业等全面开花, 为城市注入了强大的科技创新基因。 今天在这个智能制造产业园里, 技术负责人丁双鹏正带领团队测试新一代的星闪设备。 这个时候我们星闪模组会十分灵敏地感受到移动的人体的靠近。 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企业, 在2023年获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而它正是由越近路上的一家三线工厂, 孵化而出的1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之一。 作为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 电机于60年前的产业生态如今升级勃发。 绵阳与重庆、成都联合申报的成余地区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入围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它是在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完成的基础之上, 为了应对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 加强备战条件下开展了工业化建设。 我们原来最薄热的地区通过三线建设, 使它从一片空白到建立了现代的工业, 所以对它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业项目, 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布局, 七十年代的两次大规模技术引进, 我国基本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冒蝶之年的王宗毅依然清晰地记得,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这一则广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被统称为三转一响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成为国人对物质生活的最高追求。 王宗毅所在的宁江机床厂, 就专门生产制造三转一响的机床。 在那个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年代, 一边是市场急需的生产资料, 有钱买不到, 一边是年产能上千台机床的工厂, 有劲使不出。 适逢四川省从一九七八年开始 实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思想活起来的宁江机床厂 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则广告, 可谓石破天惊。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 那这个是生产资料, 不是商品, 那么要跨出这个商品这个概念, 风险比较大, 也说不定做了也不一定的。 就在这则广告简报不到一个月后, 深圳蛇口的熔熔炮响, 如春雷一般炸向神舟。 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 改革的春潮, 胸污澎湃, 势不可达, 让中国工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 中国制造业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 快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一举成为世界工厂。 2010年, 中国时隔一个半世纪后, 重回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位置, 并在此后继续高歌猛进。 今天, 制造业总体规模已连续14年位居世界首位, 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全球地。 刚刚到中国屡职一年多的土耳其驻华大使伊斯梅尔·哈克·穆萨, 就是中国制造的忠实粉丝。 我自己在中国的车子製造了一家。 我在中国的车子製造了一家。 中国的车子製造成更多, 在中国也正确实, 但是这不是只有在中国。 在中国的车子製造成一般的观察。 车子製造成更加竞争, 在高质量的价格。 工业, 尤其是制造业, 是大国经济的基本框架, 是名副其实的钢筋铁骨。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 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新时代、 新征程,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实现新型工业化, 是关键任务。 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全国最大的汽车出口陆路口岸。 李鸿河正驾驶国产新能源汽车, 前往哈萨克斯坦, 协助完成整车出口的流程。 最多数口岸, 送车的百度人有三千多名, 平常都是一千五百名左右, 都在六代国门周围等待送车。 汽车百度人这个新兴职业的出现, 源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高歌猛进。 四千多公里外, 上海南港滚装船码头, 一千八百八十八辆中国制造的新能源车, 正在列队装船。 码头一派繁忙的背后, 是长三角形成的新能源汽车四小时产业圈。 一辆新能源汽车, 从硬件到软件, 从设计到生产, 都可以在包邮区内完成。 全国超四成新能源车产自长三角。 2023年, 中国汽车首次跃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九年, 稳居全球首位。 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彼得·利扎克 练习乒乓球已有五十年。 他说,这项个人爱好 让他更能理解中国人 善观大事把握机遇的智慧。 我认为,这位是一位, 在这位置需要好的练习。 好的领域。 好的技术。 这位是在中心的角色, 中国人是练习的。 如果您不拥有这个, 您可以失去整个比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新年赫瓷中指出,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给中国制造增添了新亮色。 今天的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 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让中国制造拥有稳如磐石的根基与底气。 这个是我们的实际1比1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复现了。 6月,上海船舶设计院的设计师黄兴慧正在利用AR模型对船只进行检测。 两天后,他负责设计的这艘清洁能源汽车滚装船即将试水首航。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黄兴慧特地请来了单位的老法师。 张敏健,上船院首席专家,40多年的职业生涯设计了近200艘轮船。 从最初的散装小船到今天的世界之最, 从早期的石化燃料到今天的绿色能源, 一路见证了船舶工业的蜕变。 绿色环保,就是尖检盘这一块。 更愿意花钱来采用一些新的能源,放在船上去。 加快工业绿色化低碳发展,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托。 上海长兴岛,我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造船基地。 一万六千米的深水岸线上,十四平方公里的厂区七万多名工人, 也在新型工业化浪潮中乘风破浪。 这台等离子切割机,只需短短几秒就能切穿五十毫米厚的石心钢板。 削铁如泥的,正是这台我国自主研发的三维竖控弯板机。 从一般效率我们能提升到五倍到十倍。 现在我们,你看我们操作员工都是在电脑房的, 从外面只要留一个人就够了。 在能源也减少了,环境也好了,效率高了,收入也极高了。 从造积木到搭积木,万吨级百米长的总段在船屋中快速合拢,无缝对接。 在模型上就直接可以看到现场反馈的问题。 这样的话,帮助管理决策者进行更精准的排斑,一个协调。 这是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成果。 现在,这家老牌造船企业,基本15个月左右就可以完成一艘液化器船的建造。 企业手里的液化器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 今天,全世界每两条船完工,就有一条由中国制造。 现在我们一定是世界第一造船大,形成了全普系的装备产品体系。 以前我们是跟着人家跑,然后我们更希望以后我们是带着人家去走,那是一种质点变化。 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重要部分,中国造船业正在逐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具备同时建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大型游轮的能力,集齐了造船工业三颗明珠。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 2023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3.6%,比2012年提高5.4个百分点。 在我们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要全面进入现代化社会,必须要有坚强的物质技术基础。 所以,二十大提出,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其中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中卫,黄河进入宁夏的第一站,如今,滔滔不绝汇入这座戈壁小城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据。 现在开始测试宁夏医疗用型台网络质量,至迎川的网络时间为1毫秒,到西安的网络时间为4毫秒。 恶守宁夏西大门的中卫,地处我国陆地几何中心区域。 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这里成为多家知名互联网巨头数据交换的大本领。 连绵不断的光伏板,在荒山戈壁间产出源源不断的利点,夯实了算力中心建设的能源基石。 2013年,中卫将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确立为一号工程,并且规划建设了西部云基地,以极大的诚意驻朝引风。 政府直接拿出了两个亿的资金,然后委托运营商去建了四成一百计高速的一个贷款。 包括到今天为止,很多我们的一些行政手续的一些审批,包括跟政府的一些需求的一个对接,想象速度依然很快。 2021年,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正式启动。 实施东树西算工程,西北小城中卫成为全国八个枢纽节点之一。 东树西算工程启动以来,东西部枢纽节点间网络时延已基本满足20毫秒要求,为新型工业化搭建起了一条数字化发展的高速路。 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实它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最为重要的其实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产生的需求和应用场景大。 从中国角度来讲,因为地域范围这么广,完全可以在这产业链上面能够有一个跨区域的布局,东树西算,那么产业之间形成一个分工。 这就是一种东中西之间的跨地区的协作机制。 这是杭州的一个产业园,夜晚灯火通明,但加班加点的并不是这里的工人。 在这间面积一万两千平方米的工厂里,16条生产线高速运转,24小时不需要开灯。 机器代替人工,让产线效率从日产一万件提升到日产五万件,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9%。 在浙江,全省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达到794家,归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超过80.6%。 今天,中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数十融合不能新型工业化发展。 全国已培育421家国家级示范工厂,5G加工业互联网项目数超过1.4万个,实现工业大类全覆盖。 和数字经济和智能化这种结合,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现有的这种实体经济,它转型升级的方向,或者也就是新型工业化这个新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 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一个在2035年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制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制生产力这一重大任务。 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制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制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从科幻走向了现实。 在自动驾驶的生态系统中,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历经30年科研公关,中国航天人成功发射60颗北斗导航卫星,建成了独立自主开放兼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而导航系统的精度很大程度取决于一个关键核心部件,星在氢原子中。 72岁的林传傅是上海天文台青中团队的首席科学家,曾参与我国第一代氢原子中的研制。 退休后他又被返聘,现在古稀之年的他和团队里的年轻人一起研发新一代的青中。 一直创新啊,没创新,一个组啊,就要跨着了,去分尸老本。 天上建好,地上用好,是北斗系统的目标。 2023年,我国卫星导航与卫星服务总产值超5300亿元。 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14亿台套。 它是多技术本身融合在一体的。 现在应用开发已经是规模化了,普遍化了, 已经深入到各个行业和各个区域的发展中去了。 所以一个北斗加一个加北斗,我觉得这就是薪资生产力。 空天信旗产业,既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未来产业。 2024年1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六大方向, 对未来产业发展做出前瞻性部署。 三月初,清华大学教授洪波和记者要去进行一次走访。 2023年10月,他的团队参与完成了我国首例无线微疮脑机接口临床植入手术。 老杨是我们第一位患者,他实际上是特别勇敢的, 一直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脑机植入手术。 老杨头部鼓起来的地方,就是两枚硬币大小的脑机接口处理器。 被植入老杨的颅骨中后,采集感觉运动脑区颅内神经信号, 相当于在体外重建了一条控制身体的神经通道。 2009年,老杨遭遇车祸,颈椎损伤,四肢瘫痪。 15年的时间,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自从做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变化已悄然开始。 我们一起干杯,祝您早日康复。 好,谢谢。 好嘞,谢谢。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的新动能。 山东包揽了全国轮胎近一半的产能,仅为方式的橡胶轮胎出口额就突破百亿元。 这个以风筝夸模著称的城市,现在也是全国首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制生产力。 要想让传统产业老术发出新芽,最关键的密码就是技术改造。 这家位于维坊诸城的企业,胎圈钢丝市场份额全球第一。 2023年初,法国轮胎巨头米其林提出想和企业扩大合作, 但前提是产品原材料中使用可回收铁比例要达到45%。 感觉非常头痛。 首先这个要求在业内属于空白,没有这个技术同样的数据支持, 感觉一筒物数,不知道该从哪去做。 要打入高端市场,就必须跨越更高的门槛。 斗彦军他们吃住都在办公室里,玻璃墙成了演算技术路径的草稿纸。 传统不传统,不看产业,看的是技术和工艺。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山东省持续推动万象技改,万起转型。 2023年的一场技改对接会放到了美方, 政府牵头邀请了15家国内知名的技改服务商。 消息一公布,当地100多家工业企业就闻风而来。 从报名的情况来看,非常踊跃,关键是政府搭好这个台子,让企业家知道是怎么改,靠谁改。 所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打通了企业技改的痛点夺顶。 正是在这次对接会上,窦眼君他们找到了突破口。 通过计改,原材料可回收铁比例达到60%,远远高出米其林的技术要求,赢得一万两千吨钢丝的大订单。 眼下,这家企业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可回收铁比例还在不断提升。 你看,咱们靠拉强度完全符合的。 我们这款新产品,它使用的原材料可回收铁的比例高达了80%,不但为我们公司实现了节能减排,也帮助了我们的下游客户,轮胎企业,甚至整个汽车行业,促进他们的绿色低碳发展。 新制生产力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生产力新形态。 而传统产业的深刻转型是发展新制生产力这却宏大交响中极其重要的篇章。 2024年1月至7月,我国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10.9%,工业投资是当下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以既强身既改改出了发展新天地。 广州市黄浦区的这家企业,最新研发成功的电主轴刚刚组装完成。 转速我们目前最高的达到24000转。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掌握30万转速电主轴研发技术和生产能力的企业,成功实现了这类产品的国产替代。 国外迭代一款技术的话可能需要5年到10年,平均迭代时间就在两三年,比国外整整是快了将近三倍。 企业的压力来自于广深佛馆智能装备产业集群里旺盛的需求。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大经济强势、工业强势强强连手,组成了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多、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装备集聚区。 广深佛馆智能装备一万多亿的整个产值支撑了广东16万亿的整个工业生产体系,也辐射带动了我们国内其他制造业体系的发展。 70公里外,在东莞一家专门从事数控机床研发生产的企业,城镇涛塔门生产的电主轴正在接受实战考验。 这纹路的系列性很好,对吧? 路线还不错。 对。 我们就用这个放在镜看一下吧。 好。 非常不错。 是,没错。 很细腻。 它的一个热稳定性的效率比之前至少提升了10分钟到1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对于我们机床的用读的一个范围就会更广。 来自于集群内上游设备供应商的创新突破,让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了新品研发的最后一个关爱。 而城镇涛所在的企业还和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共同组建的科研团队,对相关技术继续开展联合公关。 我们近几年已经跟省内的50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 有20多位科技特派员,接着科技特派员下沉到企业贴身来进行服务。 因为广深服务管这段装备产集群呢,它是一个是先天不足,后天培育,完全市场化,催生这么一个形态。 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大企业很少。 要么研发团队不够,要么市场拓展就不够。 那么它都需要什么呢? 需要大家共同去协同,发挥各自的一个优势,抱团队去产党,共同去发展。 满天星岛要实现真正的融合发展,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治理模式。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成立了跨四地政府的工作领导小组,促进机构也应运而生。 通过牵线搭桥,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的可靠性研究团队在产业集群里如鱼得水。 广州、佛管集群内部在越级质鞋的桥梁作用下,更能够跟企业去开展一些紧密的合作。 广州、佛管这块科学院相关的科研机构跟服务机构比全国其他的地方都要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目前,我国已拥有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覆盖了制造强国建设重点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工业经济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机遇期。 2013年到2023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7%,增速换挡但结构优化,滞效提升。 2023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1.7%。 工业经济以完备产业体系和强大规模优势,为国民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 从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再迈向制造强国。 曾经创造人类工业史奇迹的中国人,正在不断铸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强化新型工业化的引擎,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向新的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